各位觀眾好 我是沈主播 現在為大家插播一則特別新聞 大家都已經聽過有一間叫做 夫妻廢片的麻辣火鍋店 但是你知道嗎 夫妻廢片其實不僅僅是店名而已 它甚至是一道菜名 一起來跟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今天的深入報 老公... 回來了 老公 你幹嘛 老婆... 拜託... 等一下... 老婆 你幹嘛 愛你 怎麼了 你手上帶的那一袋是什麼東西 這一袋 我跟你說 住在咱們成都的伊斯蘭教 他們都不吃豬肉 你知道吧 他們都不吃豬肉 倒是有提出過 對 他們只吃牛肉跟羊肉 所以那些吐司 把牛羊載完之後 留下來剩下一些內臟 我看他們丟掉覺得很可惜 是 對 然後我們家沒有錢你知道的 然後我想說就把它撿回來 然後稍微利用料理料理 就變成好吃的東西了 老婆 你好聰明喔 知道我自己錢賺得不多 還特地從廢物堆裡面 撿來這些東西給我吃 不錯 我昨天剛好料理一下 我拿來給你吃 等我一下 你吃料理好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等我 這位子能吃到這麼棒的老婆 一定是我燒東西 來... 老公 我燒太多香了 老公 我跟你說 這真的好吃 來 吃吃看好不好 好香喔 老婆 你刀鍋好好喔 薄切如紙 有牛舌 牛腥 還有牛肚 好好吃喔 我跟你說啦 我是這麼想的 我想要把這些東西 拿去市場上賣 賣給那些 沒有錢可以吃到肉的人 跟我們一樣嗎 對 花一點小錢 就可以過過竿影 吃到肉味 不錯吧 我覺得要拿出去賣的話 一定要取一個 響叮噹的名字啊 響叮噹的名字喔 我想一下喔 因為我們這些食材 是從人家不要的廢氣堆裡面 拿出來的 然後我跟你又這麼相愛 我知道 就叫它 夫妻廢片吧 夫妻廢片 可是廢感覺好像真的是 從廢氣堆裡面砸出來的耶 這樣子會有人想賣嗎 不如這樣子好了 老婆 是 老婆 是 你是我的心 是 我的廢 我們就叫他 夫妻廢片好了 老公 你好神喔 我都聽你的 你 為了不讓觀眾感到不適 我們趕緊把畫面 卡回了現場 這就是夫妻廢片的報導了 COO照片News 我們下回再見囉 老公 老公 晚上記得回來吃飯喔 我買了你最愛的夫妻廢片喔 究竟天意作弄還是情愛的糾葛 命運的糾纏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腳步來到台北市集合路上 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 下課時間人來人往 校園外美食招牌伶俐 問哪一家店最有代表味 答案更一致 牛肉拌麵 牛肉拌麵 肉絲拌麵還有牛肉拌麵 牛肉拌麵 牛肉拌麵 嗯 妳覺得它不出會後悔 會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會問啊 就很好吃 而且它很特別 就自我文化這邊有 對啊 人家會特地上來吃 對 一大兩小 兩小算少 先給我一大兩小 兩小算少 文大學生口中必吃的校園美食 就是這一家30年老麵店 老闆煮麵 老闆娘配料 兩雙手沒停過 店裡只賣兩樣 牛肉拌麵以及肉絲拌麵 麵Q彈壓 肉絲滿滿 桌上的山菜 和熱呼呼的牛肉湯 免費喝到飽 肉很大塊 然後又滷得滿 應該是弄得滿嫩的啦 對啊 對 所以那個蒜味又特別的濃郁 特別喜歡它的蒜味 越冷來吃更棒 尤其喝那個熱呼呼的湯 真是過癮 至少要吃三碗以上 而且它的蔥 這個不惜成本的 牛肉要好吃 必須好幾個小時之前 就開始下功夫 大鍋裡倒入蒜泥 醬油 還有這一個 老闆鍾天宏也不願意公開 但又說一點也不稀奇的 天然調味料 後腿劍 後腿劍 一定要都要後腿劍 我不喜歡用前腿啦 後腿跟前腿是什麼 大小顆 那個口感還是肩尾 前腿比較有嚼勁 後腿比較軟爛 如果滷起來的話 所以後腿比較喜歡軟爛 我不喜歡那麼有嚼勁 加入大把的輕鬆 去除牛肉的腥味 小火慢煮四小時 等到香味出來 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而這個超大炒菜鍋 要炒的是免費供應的酸菜 材料很簡單 蒜泥 薑末和紅糖 清新喔 會噴到喔 以前父母長廚食 都是請配合的菜飯幫忙採買 但鍾天宏不這麼做 堅持自己掌握食材來源 像黃湯市場它不是有錢要送貨嗎 可是它送貨有一個缺點 你每天貨源來的 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家的料 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自己決定我要用哪一家 所以後來我自己選料之後 就一口氣先買去黃湯市場 選我要的酸菜 七八家 然後每一家都炒 每一家都炒 炒了吃 然後再決定我要哪一家的酸菜 雖然是免錢的 但用心絕不打折 龜毛個性要做得最好 我覺得那不是龜毛 是因為我們家如果今天 有二三十種產品 那我可能不用擔心 可是講難聽一點 我們家就兩樣麵跟酸菜 還有湯 就跟客人決勝不如 所以事實上每一樣 對我而言都四五樣產品而已 所以你一樣環節出錯 我就會很麻煩 以前父母愛用溫體豬牛 學畜牧出身的老闆 對肉品有自己的看法 牛肉自己找進口商進貨 豬肉一定不用思宰溫體 他說衛生安全排第一 只要是好的肉 就算冰果一樣好吃 肉絲有沒有分哪個部位 豬肉絲 有啊 怎麼 你這麼小 我怎麼自己能得到好東西 我不能跟你講 你不能跟我講豬肉絲是哪個部位 當然 為什麼 真的是我的機密 然後再丟下去 完全是原味去決勝不 如果跟你講哪個部位 你們就知道了 跟蒜泥一樣 是調味必備的辛香料 肉絲炒豆干 同樣是滿滿的蔥花 蔥本身拿來幹嘛的 爆香而已好不好 不然什麼叫做蔥爆牛肉 蔥爆豬肉啊 可是你蔥加這麼多 還有給客人自己加 那個蔥花色 你不覺得它很香嗎 對 但是蔥的成本也很貴 因為每一樣都一算成本 那還算那麼多 從民國72年開始 在文化大學旁賣牛肉拌麵 很多人以為這是外省味 其實是客家中爸爸 自己愛吃的自創味 特種蔥蒜辛香味 味道濃重 累積30年成了文化味 我朋友他是念文化的 然後說好吃就帶我來了 帶你來 大家說吃啊 吃愛啊 我超愛吃牛肉麵的 對啊 所以你是為了牛肉麵 加點老闆 可以這樣說 我怕分了手以後 以後沒得吃我會難過 老闆娘正在切的是 滷好放涼的牛腱肉 後腿肩帶點嚼勁 厚薄要剛剛好 太薄沒口感 太厚又不好下咽 剛開始切的時候 被客人嫌得要死 切得跟牛排一樣喔 那這樣客人應該很開心啊 可是因為牛腱其實要切薄 比較好吃 對 太厚的話也是會咬不動 本來是上班族 十年前老爸爸坐得累了 但媽媽捨不得收攤頂出去 夫妻倆於是回家接手小麵攤 不過兩代觀念不同 也引起不小的衝突 龜毛 龜到不行 我們剛來接的時候跟他爸媽 也是有很多意見不同 他對於選料比較龜毛 然後什麼都挑 然後有些人知道我媽媽炒一下 炒喔 我們不炒 那怎麼辦 就老人家也說他們要退休了 就笑他妥協啊 不然怎麼辦 魯安牛腱的牛肉湯熬三個小時 再加入蔥蒜和豬大骨 再熬三個小時就變成寒冬山裡 溫暖客人的免費熱湯 你喜歡啃這個紙骨嗎 是我選的耶 這不是一...你看 這大紙骨耶 那怎麼啃的啊 你看旁邊都是肉 而且還有筋還有水 你看 小小的店面賣東西只有四樣 卻吸引四方食客聞香而來 才接近吃飯的時間 店裡就已經搶搶棍 味的就是這牛肉拌麵 想留不放蒜桑 三十年如一日 一樣簡陋的招牌 一樣簡單的工作台 一樣的川流不息 就是問文化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 真的 不可能有文化人不知道牛肉拌麵 我個人很喜歡蒜味 蒜味 對 它就是它的蒜味很濃 然後它的湯很讚 它的牛肉湯 大概台北市我覺得沒幾家 比它牛肉湯好多 很多文大畢業的名人 常常專程上身 回味著蒜味和純牛肉味 我認得很差 真的嗎 我唯一最熟的認真 認先騎而已 認先騎常來喔 三不五十 九九 大家都說這是懷念的老滋味 但老味道中有新世界 老闆最在意的部分 就是煮麵水得要一直更換 煮出來的麵才清澈不染爛 我習慣整個鍋子清掉再重做 可是這樣很浪費時間 因為中午的時間 我跟客人來 比如說要稍等10分鐘 稍等15分鐘 但是老人家他們沒辦法 接受讓客人 你怎麼可以 比如說老人家的關係 你怎麼可以把客人拒於門外 老招牌的麵箱還飄纏山下 台北市辦第一屆牛肉麵節比賽時 三個毛了屋請鍾天鴻參加 不過低調的他只肯在山上 點點吃三碗公 兩樣東西可以撐30年適合 對啊 還沒倒 很厲害… 兩樣產品一家兩代 一吃30年 還要繼續在山上 護手文大美食招牌 一招辦事行走江湖 還是專注本質的極致功力 簡單卻不簡單 請問一下 有些人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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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陽 不太不散了 就讓我們來 走一邊 感谢观看